一人上山的速率为每小时6公里 下山的速率为每小时12公里 则全程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那平均速率你会想到什么 单位时间的路径长 那题目里面都没有讲到路径嘛 所以我们自己先假设一下 那我们设 单趟的路径长是 低好了 单趟就是上山是一趟 下山也是一趟 我们假设配合它的单位是低公里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平均速率的定义 刚刚有讲到嘛 单位时间的路径长 那现在的时间呢 要怎么算 分成两个部分 因为它上山下山的速率都不同 所以时间我们分成上山的时间 还有下山的时间 好那最后我们就把题目呢 带进去 好首先上山的时间要怎么算 我有速率每小时16公里 我有距离 好路径长是低 那所以就是路径长除以速率 这就是上山花的时间 这么多小时 好那下山花的时间呢 好一样 距离除以速率 这是下山花的时间 一定比较短嘛 因为它下山速率比较快 那路径长呢 它上山走了低 好下山也走了低 好所以总共是走了2低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答案算出来 是8 好每小时8公里 好 好 感谢观看